Hello,大家好,我是大脸猫猫姐,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,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 对此,字节跳动回应称尚未收到法院通知,同时指出,在百度、小米应用商店中,快手多次使用今日头条等品牌进行导流,目前相关证据已移交海淀法院,流量劫持,干预搜索结果,屏蔽网页互联网竞对间的类似现象不胜枚举。 2012年百度起诉360为自家浏览器导流,2018年今日头条指控腾讯、屏蔽头条网页等,路数如出一辙,如今,短视频双雄也走到这一步,公开诉讼战背后,实则是快手抖音的名争暗斗。 快手正大跨步前进,危机却在其身后酝酿,阿里斜粗言入围Vlog,微信屏视频号再占短视频,快抖身后的战局已是波绝云轨,谁能最终坐上短视频的铁王座。 交锋2018年,快抖之间火药味渐浓,三年前的春天,岳云鹏在微博转发了一条带有抖音水映的视频, 抖音首次走进公众视野,但彼时,快手依旧领跑短视频赛道。 Quest Mobile数据显示,2017年9月快手月活为183亿,抖音为1847万。 密集发生在2018年春节,借明星营销知识,抖音实现了4000万的日活进增长,并在当年反超快手36克的研究数据显示, 截止2019年5月,抖音MAU较快手高出116亿,DAU高出3400万。 日后回首,2018年是抖音反杀快手的一年,而2019年是快手铁星收复失地的一年。 去年618,向来低调的速华罕见公开发声,打响了2020年春节3亿DAU的K3战役。 最新成绩单显示,抖音DAU达4亿,快手DAU为3亿。 两年时间,短视频赛道杀出新王,快手怎能等闲适之,已经跑出优势距离的抖音,更是不能封血。 因此,快手抖音轮番上演交锋,两者的暗斗早已开始。 2017年11月,快手率先竞购海外短视频产品Musical,Lie。 但后者的天使投资人傅盛,要求买方一并拿下猎豹的两款海外产品NewsRepublic,LiveMe。 快手因此放弃了交易,并且直指傅盛耍流氓。 最终,这笔并购被抖音截胡,成就了今日的TikTok。 类似故事在2019年再度上演,被截胡的主角变成了次节跳动。 去年8月,快手与百度联合领投知乎F轮融资。 第一财经报道称,次节跳动早于2018年就开始接触知乎,但因张一鸣不愿抬高价码,领投资格最终被快手和百度拿下。 投资领域双方暗自较劲,但在核心领域针刀针枪的比拼,还是要聚焦于内容。 K三战役开打后,快手便持续发力垂直内容,进一步拓展常委受众。 音乐层面,2019年11月,快手联合腾讯音乐娱乐集团,共同发布音乐疗园计划,为音乐人提供音乐孵化基地。 体育内容上,2019年10月,快手与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CBA达成合作,也是CBA联赛的首个短视频平台合作伙伴。 知识内容端,2019年11月,快手联合知乎在北京发布快知计划,将通过流量扶持等方式鼓励用户生产知识内容。 不过,在内容细分领域,抖音早已开始行动。 2018年11月,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和次节跳动达成合作,NBA将向抖音提供相关体育内容。 2019年1月,抖音宣布启动2019年2019抖音看见音乐计划,并发布抖音首张音乐专辑。 2019年3月,抖音联合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、中国科学报社、中国科技馆等发起名为DOU之计划的全名短视频科普行动。 显然,为实现短视频的精细化运作,快手抖音都在广泛渗透细分领域,这期间出现内容相似性也在所难免,而双方的商业化竞逐也如出一辙。 广告业务上,2018年9月,抖音营销平台新图正式开放,并发布企业蓝绿计划。